星岛日报报道 色灵学童人口下降 宿班潮今年更严重 星岛日报统计小学概览 今个学年小一开班数目 73间学校今个学年一共减了83班小一 比去年多13班 其中沙田减多达11班 葵青、黄大仙等区也减多达10班 另外有16间学校减班之后 新学年只得一班小一 包括多年前曾经历杀效危机的先鱼行学校 校长施致敬坦言 推行小班教学的帮助有限 有立法会议员相信 实际情况将会更严重 促请当局优先考虑学生的福祉 检视政策 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楼市低迷 越来越多市民认为 港府应该减少压抑楼市的辣椒 有团体昨日公布一项调查发现 有四分一的受访者认同需要减辣 比三月同类的调查上升五个百分点 比例创新高 而认为需要维持现有措施和加辣的就减少 调查说减辣的比例创调查以来新高 相信与近期楼市出现走弱的迹象有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